首先可以在超市買一張冷凍的酥皮 均勻的用叉子搓凍 把它烤到就是很均勻的一個金黃色 把一堆棉花糖堆在這個酥皮上面 棉花糖拿到烤箱裡面去把它烤到烘起來 我們把櫻桃洗乾淨 撒上一點糖 淋上一點水 我們到火上去把它稍微煮熟了 我們在烹煮的過程會倒一點櫻桃的烈酒 大約十來分鐘呢 等到我們發現這個糖已經讓這個櫻桃軟化了 我們就可以熄火 煮過的櫻桃鋪滿整個棉花糖上面 把這個櫻桃醬淋在我們的甜點上面 那麼就算大功完成囉 如果您 열bilir的話 唱著吧